就我们你们学这个反手的时候 不要一上来就学怎么样握拍 怎么样架拍 怎么样挥拍 你们要先把反手的击球位置先找好 这样能让你的反手打得更加的好 更加容易发力 我们正确的反手的发力 是在我们身体的外侧这个方向 为什么要放在身体的外侧呢 变成我打完了以后 我可以很好的往前送 这样我可以很好的把球送到对手的底线 但是有好多去我们把这个击球点 放在比较靠近身体的 比如说在右肩膀的前上方 你在这一个点发力 你们跟着我举手体验一下 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肩膀这一块有点僵硬 肩膀这一块都有点僵硬了 所以变成你没法往前送了 所以很多球我们都干嘛 轮大臂 所以还导致这个大臂疼 所以反手的击球位置 放在身体的外侧 打完了以后 你才可以更好的往前送 然后很好的把这个球打到对手的底线 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深度交流 10秒教你双脚起跳沙 看好了 关注我 想了解更多羽毛球教学的话 评论区里告诉我 打完 87秒钟 Meow